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仙侠剧沉香如泻造型亮眼,网友却说容易串戏 想想杨子这个小可爱演员出道时间也算很早了 小时候看他演的家有儿女就记住了他 如今他拍的作品也不少 特别是在香蜜爆火后,杨子就被大众重新认识 同样的,另外一位男演员诚意是因另一部仙侠剧《流离》被大众所认识 如今两位演员居然走在一起合作了沉香如泻 虽然未播出,但是看服装造型还是挺不错的 看造型图,也知道这是一个转世剧 如今的仙侠剧基本上都是神仙恋爱 没了之前小角色为了大义牺牲自我的精神 不过如今观众看的就是演员的颜值以及故事情节 这次这两位合作也算是跨界联动了 就从他们的定装照来看,很多网友就感觉是香蜜出轨了流离 实在是这两位的穿着打扮太像之前的仙侠剧了 这也难免会被网友吐槽有些违和 但是后续官微放出的PV也可以看到这部剧是虐心剧情 男女主都被虐 杨子,诚意的服装造型也在变化 特别是身处仙介时,两位的造型很鲜,额尖的银色额纹也是众多仙侠剧第一次用 而且两位演员的演技也是不错的,看过他们作品的都知道杨子是有实力演好戏的,诚意这位演员也不错 至少现在的定装照看起来,两位都是演技在线,不用担心会出戏 至于造型也是很有亮点,相信在今年播出的仙侠剧都会给我们眼前一亮的感觉 猫爷也是很久没看过国内的演情古装剧了 因为实在是没了十几年前看的电视剧那种味道,就好像缺失了什么 加上近几年推出的古装剧就像是同一批流水线加工出来的 除了演员不一样,其他的剧情都是平平淡淡,根本没有看下去的欲望 也不知道是不是最近几年没什么拍电视剧的题材 每次打开电视剧,都是之前电视剧的翻拍 要不就是随便找了演员演戏,没颜值实在看不下去 但是猫爷看了《沉香如泻》预告眼睛里还是有了亮光 众多仙侠剧套路都是差不多的 那就要看选择的演员是不是符合大众审美,以及演技有没有在线 杨子是很容易被记住的脸,在众多网红脸下,还能保持和原来差不多的样子,已经很是难得 就是看到杨子的哭戏容易入戏,哭得太可怜了,相信这部电视剧播出后会爆火 好了,以上就是猫爷这次带来的分享 大家有什么想让猫爷盘点的电视剧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谢谢大家! connected